各位對於美食的定義是什麼 龍蝦、螃蟹、牛排、羊排 吃4個小時的法式料理、紅酒 NO! 這些都太膚淺了 而且促成這麼多浪費 我們要一開始吃這些 蟋蟀、蟑螂、蟑螂、毛毛蟲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很營養很健康 為了節能減碳 為了減少溫室效應 我們這些人吃這些東西是應該的 那些什麼龍蝦、螃蟹、牛排 那些沒有效率的東西 應該給那些世界經濟論壇的貴族跟精英吃就好 我們吃蟲即可 我們要活得更有效率 創造一個零浪費的生活模式 這就是為什麼在歐盟宣布 全面開始吃蟲 這個計劃已經秘密執行了好久 可以從我們的藝術品裡面看出來 紐約的法院以及中央公園裡面 樹立了一個新的雕像 是一個女的頭上長著惡魔的腳 手腳都是觸鬚 代表著正義、和平跟平權 為什麼我們的城市裡面 會不斷的出現這麼噁心的現代藝術品呢? 還有這些現代藝術跟這個現代藝術家們 到底想要做些什麼? 到底想要說什麼? 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今天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在我們開始前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我們從來就沒有跟Google 或者是YouTube的廣告上面得到任何的收入 這個頻道是100% 由你這個樣子的觀眾來支持的 我們需要自己的媒體 我們需要真正的使用聖經的角度 來看現在發生的事情 翻轉這個時代 需要你跟我一起努力 而且堅持 所以請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幫我們按讚、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這個影片 如果你也想一起抵抗我們的文化價值觀 不斷的被左派侵蝕的話 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歡迎教會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歡迎保守派的企業來支持我們的廣告 我們很需要各位的幫忙 美國是一群基督徒建立的國家 歷史上最自由的國家 是有一群基督徒建立的 最多元的國家需要一群基督徒建立 最繁榮的國家需要一群基督徒建立 現在我們需要一群基督徒 來奪回我們的國家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這次我真的是很不願意說 就是我就說吧 好幾個月好幾年了 保守派不斷的在說 左派會讓我們吃蟲 世界經濟論壇會讓我們全部住在膠囊裡面 這個世界經濟論壇已經推行了好久了 OK Easy bug Leave it apart Owner sing and be happy 不只是這個 OK 完全不掩飾自己的敵基督 OK 很多明星很多政治人物很多有錢的大老闆 主流媒體都在推行這個樣子的議程 那很多人會嘲笑我們說 我們就被陰謀論洗腦啦對不對 那只是小說而已OK 那只是Chris Evans演的那個Snowpiercer 末日列車好不好 Well 我就說吧 歐盟現在公開宣布 歐洲要開始全面吃蟲了 Easy bug 歐盟現在允許食品製造商使用 Cricut Powder 有些蟋蟋粉在麵粉的這個食品裡面 麵包蘇打餅乾麥片英式餅乾Biscuit OK 啤酒巧克力調味料湯頭 他們就會把這些 詐蒙蟋蟋蟋打碎 頭啊腦啊內臟啊全部都放在裡面 然後呢放到你食物裡面 不只蟋蟋還包括Locust and Larva of yellow mealworm 黃蟲毛毛蟲還有黃粉蟲的這個幼蟲 這些全部東西都會打碎 放在你的食物裡面 當然這不是強制的 但其實跟強制差不多 因為很多的人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吃掉那些蟲 就跟中國大陸那個頂心的那個地溝油一樣 還有那個山路那個三聚清乾的那個毒奶粉一樣 各位可以想想看我們的食物裡面 現在已經有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了 什麼C 有種子油防腐劑還有塑化劑這些東西 常常你看Label根本就不知道那東西是什麼 連念都念不出來 現在他們只是在把蟋蟀粉再加進去而已 然後很有可能你什麼都不能做 只能逆來順受 而且不只是只有歐盟而已 不只是只有歐洲而已 這篇報導下面最後一行寫的是 國會也在考慮類似的法案 來使用昆蟲來代替美國商店內裡面的肉類 所以就是會養雞的趕快去養雞 會養牛的趕快去一個地方買一大塊地 然後開始養牛 我 開始要養兔子了 OK 吃蟋蟀不只是噁心而已 很多人是會對蟲類過敏的 根據研究報告顯示 很多人對於吃蟲會有過敏的反應 原因目前還不清楚 但是這些精英不會在乎 因為他們是為了地球 你就必須要吃蟲啊 很訝異嗎?其實還好 過去這20年他們已經把一堆青春期制止劑打到小孩的身體裡面 還有打各式各樣的這些化學物質在動物的身體上面 幾天前的這個Project Veritas還出了這個影片說Pfizer這間大藥廠刻意製造新冠肺炎這個新冠病毒這個病毒的變異 把病毒刻意打在猴子的身上 這個樣子他們就可以繼續賣疫苗 這些精英把一個還在測試中的疫苗打到了50億的人身上 然後說這個一定會阻止傳染 不會死人 會救人命 結果後來發現全都是假的 同樣這一群精英 現在在叫我們吃蟲 因為蟲比較營養 我營養比較完全 比較不浪費 超過麥子 超過肉類 所有正常的東西都沒有重來的更營養更有效率 而且對我們的環境還這麼好 當然我們知道 食物不只是效率而已 因為人不只是一堆肉球 然後只需要卡路里而已 食物的意義 色香味 對傳統 儀式 家庭 食物是任何一個文化裡面最重要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左派這些左派這些變態 這麼想要改變我們的飲食 他們想要廢除食物的意義 他們想要廢除傳統 廢除儀式 廢除家庭 廢除信仰 最好的方法就是廢除食物的意義 娛樂節的晚餐的時候有一個儀式 一個盤子上面有七個空格 每個空格還有上面擺的食物都代表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經過 全部變成炸猛多好對不對 這樣多有效率 只要一種就好了 中國人過年包餃子 幹嘛這麼沒效率對不對 用蟋蟀粉擀成蟋蟋皮 然後裡面再放蟋蟀碎肉片就好啦 美國傳統吃什麼BBQ吃火雞 幹嘛這麼沒效率 用蟋蟀調味料調製成這個蟋蟀的腌肉 然後再拿去烤成蟋蟀BBQ就好啦 這樣多有效率 這樣多能節能減碳 這個就是精英們要我們過的生活 我就在想說為什麼現在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 讓麥片無法出口 然後他們還這麼的老神在在 這麼的不緊張 原來是因為他們還有很多的蟲可以吃 我們的精英到底要把這個世界改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可以看到 上上個星期有一個非常搞笑的東西發生 就是波士頓那邊立起了一個黑人人權志士 馬丁路德金的雕像 我們現在世界上充滿著所謂的這個 Modern Art 現代藝術 這個雕像也是 這個雕像原本的意思是要來贊送 以及紀念馬丁路德金這個人一生的事蹟 結果就看起來像一堆被分屍的屍塊 或者是你從不同角度看的話 看起來很像各式各樣性愛的姿勢 就是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 就會有不同的出現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我認為應該不是 但是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個廢鐵吧 但是或許是刻意的 因為如果你去看馬丁路德金這個人的私生活的話 他對他身邊的女人 還有他身邊這些女權人士的這個歷史的話 他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人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雕像最能告訴我們就是 波士頓花了1000萬打造了一個看起來很糟糕的垃圾 這個垃圾唯一的好處就是可以讓我們嘲笑 不過有另外一個藝術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親眼看到無限墮落的社會 現在不只是在思想層面 是視覺上面都要讓我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醜陋 而且使用這些現代藝術來醜化我們的文明 是非常有效率的 非常有系統性的 而且非常刻意的 美麗的藝術品被拆毀 取而代之的是一堆衝擊性的垃圾 那麼他們想要做的是什麼 他們想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 這些都是很值得討論的 但是上個星期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說我放棄了這個新聞 選擇討論其他新聞 結果紐約市就出現了 他拯救了想要討論這個話題的我 眉頭眉尾的這個馬丁路德金夫婦的這個雕像 在這個波士頓展現了他們的醜陋之後 紐約市不甘示弱 他們也立起了一尊新的雕像 為了要證明 他們才是最醜陋最噁心的城市 這邊報導是來自紐約的Timeout上面說 一直以來九位歷史上的男人以及宗教領袖 站在麥迪遜法院廣場的公園 現在史無前例的事情發生了 一位女性的代表加入了這些高尚的屋頂人物 Hava 來呼吸空氣生命 這個是這個雕像的名字吧 Hava to breathe air life Hava 就是希伯來文的來歡慶的意思 各位如果有看過那種就是猶太同窑 然後成人禮會放的那個就是 Hava 哪裡咧? Hava 哪裡咧? 然後一堆男人在那邊繞圈圈的那個 就是那個Hava 報導說這個藝術品是來自 Shazia Sikander 主題是正義 在麥迪遜公園廣場以及附近的法院 創造了一個令人讚嘆的金雕像 麥迪遜廣場的公園內立了一個女性的雕像 18尺高穿著以附近法院屋頂做啟發的裙稱 就是那個你放在那個裙子裡面 讓裙子蓬蓬的那個東西 雕像扭曲的手背和腳 根據作者的敘述是代表著女性的自我根基 去哪裡都可以帶著自己的根 你甚至可以使用你的智慧型手機 透過AR technology增強現實的技術 來讓這個雕像活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附近的法院頂樓上 有一個叫做NOW的雕像 八尺高跟公園的這個雕像類似 但是使用的蓮花代表了智慧 取代了群稱 頭上長的腳代表著主權跟獨立 一對精細的領子 Delicate 代表著去世的最高法院法官 Ruth Fetter Jeansberg 就是那個RBG 因為他常常穿著他經典的黑袍 而且戴著精緻的領子 這是唯一代表女性的雕像 在他旁邊的雕像還包括孔子 還有 Justinian 查士丁尼一世 Lacorgus 來骨格式 還有Moses 摩西 我大概唯一認識的就是這個 還有孔子 以及 Zoroaster 索羅亞斯特 最終把這個女性的角色 跟傳統男性主義的代表著 正義跟權利 放到了平等的地位 那 當然不是平等的 OK 其他的雕像是真的藝術品 跟真的歷史上的人物 這是一個撒旦叫的金牛犊 OK 是一個女的手跟腳都是觸鬚做成的 然後頭上長了一個撒旦的羊腳 類似一個心裡有問題的10歲小孩 才會畫出來的怪物吧 就是那種恐怖電影裡面 然後媽媽發現那個小孩的筆記本裡面畫的東西 然後就確定說 哎呀 我的小孩就是被鬼附身的那種東西 而且 這個看起來 不覺得很像個便宜貨嗎 對不對 很像一堆塑膠一樣 類似那種 我小時候我爸媽買給我那種綠色的玩具冰 這就是所有現代藝術的精華 評價 醜陋 愚蠢 充滿色情 還有 邪惡的象徵 那你去過紐約就知道了 整個紐約市是充滿著這些 醜陋的雕像的 就在幾年前在 Rockefeller Center 前面就有一個 Oracle OK 先知一個超級無敵醜的雕像 這是來自一個概念藝術家 看起來像一個巨大的那種搖頭娃娃 就大頭娃娃 就是你會放在車子上 然後頭會一直搖的那一種 比例各方面都是很不正確的 就是一個很糟糕的畫家才可以畫出來的東西 那看起來有點像那種非洲土著的臉僕 但是這個藝術家就是黑人 所以說他不會被說他是種族歧視 或者是竊取其他文化 那更噁心的是 紐約在他們的城市裡面設立了這麼多噁心 又糟糕的現代藝術以外 他們還在不斷的摧毀 拆毀原本很棒的藝術品 就在去年 紐約拆毀了在 勢利博物館知名的老羅斯福雕像 這個雕像我還去看過 這個雕像在這邊樹歷了快要100年 拆除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 一個美國總統騎著馬 然後旁邊一個黑人 然後還有一個印第安人在旁邊走路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 這個種族歧視 沒有人說為什麼種族歧視 但這些都不重要 真正這個雕像被拆除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 這是在稱中一個英雄事蹟 然後這個人是個白人 是個男性 而在這個邪惡的城市裡面 這是不可以發生的 OK 男人跟白人不可以當個英雄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那個雕像非常的美麗 在這個醜陋的城市裡面 美麗的藝術品是不可以存在的 當然 你不需要一定住在紐約 或者是波士頓 才可以看到你的城市被這些 醜陋的現代藝術佔據 全美國各大城市都被侵蝕 現在這些現代藝術 就跟癌症一樣不斷的蔓延 洛杉磯也是這個樣子 到處都可以看到 根本 就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在我們城市的各個角落 真的是一堆垃圾 然後沒有任何的意義 不知道想要紀錄什麼 不知道他們代表什麼 那我們可以來討論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這些人 會一直創造很醜陋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的城市 到處都是這些 醜陋又愚蠢的垃圾呢 為什麼我們一直要被逼著 住在一個奇醜無比的城市裡面 我覺得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因為很棒的藝術家 有才能的 有訓練的 他們是有受過適當教育的 那我們現在的藝術家 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們不可能畫出來 像文藝復興那個時候的這個經典作品 他們沒辦法創造一個 比200年前的藝術家畫出來的東西 或者是雕像還要棒的雕像 就算他們想要這麼做 他們也沒有能力這麼做 因為他們做不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最明顯就是 lack of detail 每個作品都缺乏細節 你現在去任何一間 mocha 當代藝術博物館 就可以發現 裡面所有東西都沒有任何細節 紐約的那個什麼 撒旦那個黃金雕像 看起來為什麼這麼像一個塑膠片 就是因為他們全部都是平滑的 沒有任何的細節 所以看起來就沒有任何的價值 然後那個藝術家 那連手跟腳都沒有放上去 因為各位會畫畫的人就知道 人的手是最容易出錯的 而且最難畫的 而且最難雕塑的 雕像的話 你還要在乎到重量的比例 各方面的 我知道 因為我就是學藝術的 我就是藝術學校畢業的 我上服裝設計的時候 當時就有一堆同學 當然我也常常這個樣子 OK 就是遇到畫手跟畫腳的時候 就隨便畫兩筆 或是畫一個大概的形狀 常常比例都是錯的 但是如果你很會說的話 就可以帶過 我想要就是讓他感覺好像是 在移動中的樣子 我這樣做其實是想要讓他 就是手跟腳是有什麼感情的投射 我希望這個抽象的手 可以讓這個看這幅作品的人 可以想到他曾經的經歷 對 因為這些東西我都講過 OK 事實上就是 我畫手跟畫腳畫得很爛 然後我想要畢業 所以就胡扯了一堆廢話 然後好像我很有藝術天分 然後大家都必須同意我一樣 那在波士頓 馬丁路德金的那個藝術家 的確有把手跟手臂雕塑出來 但是只有手跟手臂而已 因為人的頭 人的臉 還有人的表情也是很困難 capture的 所以他很直接的就把 馬丁路德金跟他老婆的頭給砍了 變成一個萬聖節的兩個無頭騎士 在那邊好像在做一些很猥褻的事情 而且現在很多現代藝術品 看起來根本就是什麼都不是 所以說就沒有任何的標準可以比對 就是如果你是個藝術家 你想要做什麼東西 你依照什麼東西的形象 來創造出來一個作品 別人是可以用原本那個物件 來這個評價你的作品的 所以這可以說明就是這一切都只是為了要 遮蓋這些藝術家 基本上就是一堆很愛吹牛 但是沒有任何才能的人 但是就算他們是有才能的 就算他們是有能力來去創造很美麗的藝術品的 他們也不會這麼做 現代藝術品很醜陋 因為現代藝術家只能創造醜陋的東西 同時也因為他們只想要創造這些醜陋的東西 我們一開始就講到了 這個是刻意醜化社會的方法 他們刻意創造醜陋的東西 因為他們認為創造醜陋的東西 代表著他們在做一個革命性的創作 他們鄙視傳統 他們鄙視之前所有的文化跟價值觀 所以這些醜陋的藝術品的目的就是要來攻擊傳統 他們創造出來的東西 全部都是所有的文化跟所有的傳統的藝術品相反的 之前藝術家流傳的東西 文化價值觀全部都是他們想要攻擊的 所以這些就可以讓這些 我們的社會頂尖這些精英來使用 他們可以用這些現代藝術家創造出來的垃圾 來讓我們的社會來讓我們的文化更墮落 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創造這些醜陋的垃圾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憎恨美麗 以前的藝術家創造美麗的事物 而且是客觀美麗的事物 任何的文化任何的人都會嘆為觀止的美麗 我第一次去紫禁城的時候 哇 我相信任何人去紫禁城看到就是哇 我第一次去林肯紀念碑的時候看到就是哇 任何人去林肯紀念碑的時候看到都是哇 那個時候他們創造美麗的事物的目的 是要來提升這些觀眾 讓觀賞的人可以經歷什麼叫做美 但是現代藝術這些藝術家幾乎都被自己的驕傲蒙蔽了 每一個人都只是為了展現自己的受傷 自己的憂鬱症 自己的強迫症 他們的目的是要把觀看的人拉下來 讓其他的人也可以感到受傷 也可以感到憂鬱 也可以變成強迫症 也可以對自己的人生充滿著困惑 推特上面有一個人叫做 他說得很棒 他說 文藝復興的藝術家們 試圖要將觀眾升華讓他們被美吸引 他們在乎的是他們的觀眾 現代藝術家試圖要衝擊而且困惑 他們最主要的目的是他們自己 這個就是事實 而且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而且事實在這個醜陋掌控的世界裡面 就是世界的敵人 現代藝術家憎恨美 因為他們憎恨事實 左派憎恨美 因為他們憎恨事實 就跟英國的詩人 John Keith說的最有名的一句話一樣 他說 美麗就是事實 事實很美麗 神造的性別很美麗 神的律法很美 我們跟著神的話走的話 透過聖經看這個世界的話 就可以發現這個世界是美到一個不可以的 神要我們使用我們的人生 來發現、來探索、來了解他的美 讓我們無法自拔的讚美神 來愛神 但是這些精英不一樣 他們想要的就是我們只在乎自己的感覺 只在乎那些精英的觀點 跟他們一起把神創造的東西摧毀 婚姻、家庭、制度、信仰、愛 甚至現在我們的食物 他們想要我們住在一個他們控制的環境裡面 每個人都坐在膠囊裡面 每天看著很醜的現代藝術 盤子裡面全是蟋蟀跟毛毛蟲 然後讚美這些精英說 他們真聰明 沒有他們我們怎麼過生活啊 沒有世界經濟論壇就沒有新世界 就跟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一樣 這個就是我們每個基督徒要起來反抗的東西 我們要合一的把神的美展現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要把神的律法、神的道德、神的價值觀 用我們的生命來彰顯 因為事實就是美 而耶穌就是生命道路真理 耶穌就是美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請持續關注AI News